啊 啊 太難了吧 啊 啊 我是老伯伯 我是賴政凱 你知道有些男人一旦結了婚有了小孩之後 可以完全顧著興趣不顧小孩 甚至為了小孩而犧牲興趣 兩者之間能夠平衡得很少 這一次我來拜師學藝就是來找隱藏角色 文賢哥請大家大家自有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隱藏角色 我現在40歲了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 現在直接是部落客有經營個粉絲業 在這個月5號的時候我有去參加一個全國人數排名賽 然後有得到兩面金牌 但是報名的很不多啦 報名的不多啦 300個而已啦 好啦我們這次來問就是說因為其實 我們剛剛有聽到他有兩個小孩嘛跟我一樣 然後他還玩這個興趣玩到已經不是玩家 是專家拿過金牌 所以他一定是花了很多時間在柔術上面 但是他的小孩也顧得很好 這就很難 但像我自己之前我當時有小孩的時候 曾經有因為這樣跟我老婆大吵架 在沒有小孩前的我比較偏向比較自由 像我會自己去看電影啊自己吃飯啊自己去旅行啊 這跟這個人緣不好沒有關係 這是純粹我喜歡一個人 比較自由自在 那時候我就想說這樣OK 交到女朋友也是這樣 然後結了婚也OK 到了生小孩之後 我就發現沒辦法耶 然後有一天就是這樣 我就想說早... 因為我有規劃狂 我早上要看NBA然後健身幹嘛之類的 然後早上想說我小孩在睡覺可以好好看 結果沒想到小孩提早起來 我連上半場都看不完 然後到了下午要幹嘛之後呢 小孩就哭鬧又沒辦法 然後一直到了晚上 所以很多事情都被小孩牽絆住 我就有點脾氣暴躁 然後我老婆就生氣有點開始對我不太好 我們就大小聲 他就覺得說你的不開心不是 源自於你自己或怎樣 是源自於小孩打亂你的節奏 然後他就吼了一句 那一句完全被破解掉 一刀封喉 他就說 你就根本沒有做好當爸爸的準備 根本沒有做好當爸爸的準備 沒有做好當爸爸的準備 你還是一直希望你自己像是一個單身或者是沒有小孩很自由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他那樣一講我被鎖喉 我瞬間回不了話 後來就是怎麼調整 就是說 我就開始會 當我知道今天晚上我想跟朋友去看球賽 英超有比賽或怎麼樣 我就會開始做家事啊 帶小孩帶幾個小時啊 然後讓老婆稍微放風一下 然後讓他積這個點數啊 點數機構之後呢 我就會去跟朋友看 去Hooters看比賽啊 就過這樣的生活 欸用點數來換生活空間 換自由 我是用這種方式才慢慢平衡起來 對你知道嗎 就是我都稱作這個叫基因德 基因德 對婚姻的因嘛 喔基因德 就是每個人 每個人就是在夫妻之間 他都會有一本所謂的愛情存款 對 那你可能就是說 哇你今天可能做了一些家事 或者是很用心的幫忙 處理很多小孩的事情啊 或者是說他有一些生活上 很臨時的譬如說他車子拋錨 你幫他處理 這種你會覺得說 他會覺得特別麻煩 但是你又能夠挺身的出 幫他讓他沒有後顧之憂這種動作 他就會覺得說 哇在那個愛情存款服務裡面存款 當你有一天你想要做什麼 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都稱作這是一個提款的動作 對對對 這形容不錯 跟我的扣點數差不多 但你的形容更好 對 那可能就是說 你平常如果你是很節省的人 對像我平常就是很節省的人 我一定會想盡辦法 就是把我的存款存到就是 很薄 對非常非常薄 快要爆出來 就是存到就是我老婆覺得 你在這樣存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給你利息 可能在我需要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 我可能這個禮拜天要去打個比賽 對我可能要去台北什麼 沒辦法帶小孩 對那他就會遵需我出門這樣子 OK你提款不拿出來 我平常是有在做事的 我還做開源的動作 開源是怎麼樣 節力我還能懂 對我會鼓勵我老婆就是說 出去上一些瑜伽課 對或者是說 你可能可以在某一些特定的時期 有一些什麼百貨中年輕人 想要過去這樣子 對那那個時候你就去沒有關係 欸你這樣講我突然想到一個人 右勝 他最近是把他老婆送去歐洲 歐洲跟他的姐妹還什麼 去撞彎 他一個人帶兩個小孩 對對對 他那個存感存下去是幾百萬的 因為我去年也是這樣 就是我去年我老婆去義大利去十天 你 所以你也是讓他去 對就讓他去十天這樣 然後你一個人顧小孩 我一個人顧小孩 顧兩隻 顧兩隻 對 不會爆炸嗎 就 就邊顧邊爆炸 但是其實你知道嗎 習慣了就OK 對 有了小孩還是有種牽絆 也不能說是犧牲這麼嚴重 是說 就算今天我老婆說 好我放風讓你去沖繩三天兩夜找朋友 你可能也會放不下心 因為你還是會想小孩 對覺得是一個陷阱 對對對 這時候你不能說什麼 喔這麼好喔 不行不行不行 對對對 這是一個陷阱 他是一個假動作 當你要是想要踏出這一步 想要生小孩的時候 你還是要做好一點小準備 就是你依舊對於你的夢想 你的目標你的興趣 會有一點打折 我覺得是這樣 你認為嗎 對 可是我反倒覺得說 就是有了小孩之後 其實合理分配時間之外 所謂的犧牲這部分 以前常常會認為說 我可能為了小孩做什麼事情 為了小孩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犧牲了我的什麼部分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一旦這種想法形成的話 它是會積累在你的心底 然後可能某一天呢 對方可能另一半 稍微沒有尊重你 跟你借過的時候沒有跟你講 借過來吹你一下 你就突然就爆了 然後對方就覺得你爆莫名其妙 或者打噴嚏的時候覺得太大聲 對或者是反正就是可能放個屁 就被罵得要死 對就翻臉 然後就發現就是說 其實你用 你將這些負面情緒寄了在心裡 你用犧牲 我犧牲了我的時間去做什麼事情 這種想法 我覺得如果能夠不要有 最好不要有 而是就是你心安心願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最好是跟老婆好溝通就是說 如果幫小孩做到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 什麼東西我需要你的幫忙 那什麼東西我可以來做 之前我有請過那個 就是道福的那個陪毒姐姐 喔我之前 我之前跟我老婆就是講這樣 因為她就是在帶小孩 大家會炸掉 我是想找陪丸姐姐 你知道我這個角色 欸我不是跟你講玩開玩笑 是真的有這個角色 對我知道 因為我就刻意講陪毒姐姐 大家比較不會誤會啊 陪你一起念會本 有些人還蠻漂亮的 對 你這種人就是請了之後 被老婆血眼 我會請兩個 請兩個陪丸姐姐 請兩個陪丸姐姐 一個是陪小孩玩 一個是陪我玩 媽媽在家裡 對媽媽在家裡 然後陪毒姐姐幫忙 就是可能就是說 想要什麼需求去滿足他這樣 對雖然小孩子會找媽媽 對 但是有多一個人就是不一樣 至少已經減少小孩找媽媽這種 疲勞指數的殺傷力了 你先把他降低 盡量降低 對 而且這種東西我之前也跟你講 很像 真的很像 我也是想說這樣的部分 我去也比較放心 不然就說我是一個人去 然後丟兩下給我老婆顧 這樣 有個陪毒姐姐做一個緩衝 對 那他就不會覺得說 你出去這個三個小時 我要扣你一千萬 我扣你一億 對 那你至少你的存款不會那麼快 就流失掉了 對今天測一個停損點 對 那你現在像去練柔術的話 你是都在哪裡練 對 nice 對 好 大豬很兇 對 從一開始接觸武術的時候 就是在五甲 綜合格鬥這邊練習 五甲這邊 除了柔術之外呢 還有很多戰力技巧 譬如要泰拳啊 拳擊啊 或者是綜合體能 甚至一些熱靈活動 還有就是給兒童的兒童柔術 或者兒童的那個訓練 踢拳擊什麼的 就是全家都可以來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柔術剛剛練練 不會想像中 這麼的硬啊 或是這麼的可怕 暴力式瑜伽的感覺 就拉伸展 但是當然還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還是要經過專業人士的陪同 才能夠去接觸 不要媽媽自己看看之後 自己兩個在家裡這樣 嗷嗷 就受傷 為了家庭而犧牲掉你的興趣或事業 即便久了 這個爆炸的火種 始終會埋在你心裡 反之 你為了你的事業或興趣 而犧牲掉家庭 就算你賺了再多的錢 你回過頭來 小孩子大了 一切你都買不回來了 所以怎麼樣去取得一個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愛情敬意的存款部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可以提供給大家 不過前提要的是 你必須是心甘情願 而且量力而為 的確你有你想打的遊戲 他有他想追的劇 有了小孩 有了婚姻之後呢 你有很多事情 很多的夢想 是很難達成的 但如何一家人一同享樂 或者是一起一家人達成夢想 何嘗不是一件行願呢 好啦想問一下各位喔 你們是怎麼存你們的 金英德愛情存款部的 A 利用時間 勞力來換取 B 直接匯款給紅包最實在 我們在底下留言聊天一起聊一聊 我是綠寶寶 我是脆鼻子 我是賴正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 準備 主播就地位 我們準備進現場 好 收到 怎麼口氣味道這麼重啊 啊 忘記我剛剛吃了韭菜鍋貼 等等還要面對來賓怎麼辦 還好我有水神漱口水 水神漱口水即時救援 有效抑制抑味 哇 剛剛的抑味都消失了 導播 我準備好了 水神漱口水呢 成分單純無添加 幫助口氣清新 維持口腔健康 而且有國家體質標章的認證 在你刷牙的時候 漱口的時候都可以有效輔助 清潔你牙縫間的死角 怎麼買呢 中間快點購平台就可以買得到喔 而且是全通路獨家販售 記得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ZTI010會有優惠喔